12月30日,詹姆斯迎来了自己的37岁生日 37岁,这哥们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是个37岁的家伙 加上本场比赛,他已经连续6场砍下30 可惜的是6场30的表现 他只为胡人队带来了一场胜利 特别是今天输给灰熊队的球,詹姆斯又要背锅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最后5秒,落后3分,詹姆斯的传球给威少失误 让胡人队丢失了最后的机会 从场面上来说,的确是詹姆斯的失误 让自己的里程碑变成了里程碑 可是真的应该詹姆斯背锅吗? 本场比赛,詹姆斯投篮24投13中 其中3分球13中8,拿到了37分13篮板7助攻的数据 詹姆斯已经拼尽了全力 否则胡人队绝对不能一度在场面上占据领先的优势 拼尽全力的一场比赛 最后一次处理球的詹姆斯应该背锅吗? 或许队友的心态能累死老詹 为什么这样说呢? 詹姆斯本场比赛出色的三分球手感 让老詹在胡人最后一共的时候被严防死守 哪怕蒙克上前挡拆 詹姆斯的身前还是两个人 这时候,詹姆斯背后传球把球给了蒙克 灰熊队球员上前防守 此时的威绍在左侧的零度角已经处于空位 哪怕威绍多次伸手要球 可是蒙克看了威绍一眼 并没有把球给威绍 亮亮呛呛之间 蒙克把球给了被安德森死死盯防的詹姆斯 此时的詹姆斯接球已经很被动 在严防死守之下 詹姆斯试图把球传给跑道篮下的威绍 结果出现了失误 胡人队也错失了最终追平的机会 致命失误 詹姆斯应该承担责任吗? 詹姆斯不会逃避这样的责任 可是这个球不得不说 蒙克处理的太愚蠢 甚至连解说员都表示 蒙克这个球应该传给威绍 至于投不投是威绍的事情 而且威绍本场比赛命中了两个三分球 他值得被信任 特别是这样的巨星时刻 可惜的是 哪怕威绍处于空位 可是威绍的三分球 还是不被蒙克信任 蒙克的举动几乎比对手放空 威绍的羞辱来得更加的激烈 这显然也会让威绍的内心 对于队友更加的不满意 输了 詹姆斯的37分 13篮板7助攻 还是没能够帮助胡人队换来一场胜利 这场球也让我们看到了队友对于詹姆斯的依赖 可是他们也忘记了一件事情 詹姆斯已经37岁了 你不能指望他去做所有的事情